现在不好意思我们球都卖完了 客人打来问羽球 无奈的是早就没货了 办公室只剩下最后一箱 受到疫情冲击 大陆没开工 羽球短缺 玩家开始疯呛 以往一周大概是二三十箱 那这个礼拜因为就是大家都在抢购 所以大概七八十箱有 大陆羽毛球出口占全世界九成 平均一场比赛会用到五六颗球 属于消耗品 光是制造就要三十天 运到台湾要十天 如果迟迟不开工 就会有空窗期出现 中国的那个餐厅都没有人去吃了 对所以那个猫片量也会减少 那猫片如果做好之后 那它要从猫片厂 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制造 问题是中间这段运输的 司机货运司机都没有上班 所以也没办法运送 业者大探羽球断货 就算有订单也无法出货 还有体育用品设也剩下仅存的几打 因为以前买三十打 现在买六十打做 就三个礼拜 我进十箱 现在剩十五打 你看多快 三百打剩十五打 不光是如此 冲击的还有鞋业 因为大陆是制鞋材料出口大国 呈现半停工状态 而东南亚的生产据点 业者原料库存最多两个月 如果疫情持续扩大 将面临短缺危机 就连switch零件生产也卡在大陆 这个有没有说最久要等到多久 这完全没消息 我完全不知道 有很多人来问吗 每天到来的人 门口挂上牌子写着switch 相关周边商品延迟到货 因为疫情爆发 零件短缺 将影响到原本排定四月到货的游戏机 原有的库存 预计在四月会卖完 各种运动商品 都因为疫情接连被影响 TVBS新闻消灭战神讲到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